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最早的积累很必要 否则即便将来就算有百分之百的赚钱机会 你没有资本也赶不上 那篇文章当中有这样一个例子 假如你有1000元 按照4%的回报率 理财一年赚了多少呢 答案是40元 晚餐别吃 少吃一碗拉面 饿着肚子回去 你就把一年的财全理了 还顺带省了二两脂肪 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 但是你会不会每年都只有一千元可供支配呢 年收入永远不会增加吗 你是不是只有年化4%这个选项呢 随着我们收入不断增加 理财经验越来越多 收益率一定会越来越高的 只要我们趁早培养理财意识 并且着手行动 收益甚至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比方说基金定投 你从30岁开始定投 和从40岁开始定投 收益一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投资时间越长 负利的效果就越大 回报率也就越高 而且有意思的是啊 在年化收益率为10% 投资期限为30年的情况下 前5年的投资收益 对总收益的贡献率为41% 在同样30年投资期限 但年化收益率上升为15%的情况下 前5年的投资收益 对总收益的贡献提升至53% 也就是说 我们的年回报率更高的话 早期的投资在总收益中的作用 就会增大 只是因为早期投入的资金 负利次数多 在总收益中也就占了更高的比例 所以说呀 开始定投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 其次是现在 定投越早就越好 谢谢大家捧场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